小枫 你怎么会在紫园 又被那么多人追杀 木槿 你在紫园十年 对这儿的一草一木 都熟悉了吧 为什么这么问 我曾去刺杀窦英华 发现一个天大的消息 十年前 是原青江告诉窦英华 花伯父在花家屋内的消息 他担忧花伯父辅佐不该辅佐的人 干脆借窦英华的手除掉花伯父 是 木槿 如今你跟锦绣都在紫园 我武艺也不差 这个冲 咱必须要报 人哪 要往前看 不要沉迷在那些黑暗中 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一起为苍生 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金谷真人说过 能驯服混江龙齐放的 就是六子之手 这丫头 真是能担此大任哪 抓住他 快 你干什么 架着我 别动 这三小块 他才是想要 是 你 你 你 这 说 你 还没妈 你 你 三公子 时候不早了 您 您 你在发抖 没有 怕就是怕 但说无妨 不要委屈自己 你不去陪为她 她睡着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你 锦绣 已经属于父侯了 我知道 或许 锦绣有什么苦衷的 我还是了解父侯的 她不会威胁她 更不会趁人之危 除非是锦绣主动 我们俩同时交替出现在她身边 时而温柔 时而冷淡 在她眼前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奶 和她的女人 怎么回来 都怪我 就是因为我 她才一时接受不了她 这很正常 我也能理解 可是柳言生那个鼠辈 处处欺负她 刁难她 她原本希望我可以带她逃出申院的 都怪我 太无能了 哥 你别这么说 他为什么要和我这么说 就让我 这辈子一直陪着你 好吗 他是喜欢我吗 从开始到现在 在孩儿心里没有把他当成下人 从今以后 你们俩可以同进同出 不用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了 侯爷 奴婢身份卑微 不敢高攀三公子 只要是我点头了 就没有高攀一说 飞白 你说对吗 你说对吗